温家宝总理6月27号下午在英国皇家学会发表演讲 指出一场新的科技革命正在出路端倪 中国要坚定不移的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国家 温家宝总理在英国最高学术机构皇家学会 接受学会颁发的查理二世国王奖章 温总理说奖章是对中国科学的肯定 也是中英科学合作的象征 温家宝总理在讲话里指出 世界见证处于新科技革命的前夜 各领域出现重大突破 必将进一步影响人类生产生活方式 思维方式甚至改变人类的发展进程 在人类历史上 在反对封建专制斗争中 形成的民主 法治 自由 平等 人权等观念 是人类精神的一次大解放 只是不同社会 不同国家 实现的途径和形式 有所不同 人民民主 是社会主义的生命 没有民主 就没有社会主义 真正的民主 离不开自由 真正的自由 离不开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的保障 坦率地说 目前中国社会还存在着贪污 腐败 分配不公 以及损害人民群众权益的种种地段 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途径 是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国家 文家宝还在讲话里表示 中国目前的发展还面临着诸多问题 如能源 环境 贫富差距 司法公正 联政等 而许多发达国家也遇到过类似问题 中国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 而对共同面临的问题 则需要同国际社会一道解决 科学杂志的主编 曾经称文家宝总理 是一位科学家总理 文家宝说 对这个荣誉 他不敢当 但是他深刻认识到 要保证经济的发展 需要依靠科学 他同时强调 倡导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 和自由的学术氛围 坚持和平发展 并且勇于担当 冯黄卫视 傅小田 曲子恒 英国伦敦报道